我们已经知道了函数的增减区间 我们的凹凸区间 还有函数的这个尖尖线 那么有了这些信息以后 我们就基本上可以把函数的图形给画出来 那我们画函数图形 那我们可以看 画函数的图形 它有哪些步骤 那么第一个我们要知道它的读妹 我们要知道它的定义域 定义域以及其他的一些兴趣 例如说它是不是对称的 它的是不是 是不是周期的 是不是周期的 是不是 是不是这个对称的 或者说是out function或者是event function event就是对称的嘛 我们知道这些以后 我们就可以去找它的一阶导数 二阶导数 那么这么说吧 那么有了一阶导数以后 一阶导数和二阶导数以后 我们就知道它的increasing和decreasing 它的增减区间和它的凹凸区间 有了增减区间 和凹凸区间 那我们自然我们就可以找到它的 找到它的极小值和极大值 还有它的inflection points 增减区间 增减凹凸区间和极大极小值 这个拐点就是inflection points 有了这些点以后 有了区间和点 那么我们还要知道它的在无穷远处的 无穷远处的这个behavior 它的一个心态 那就是找asymptots 就是它的渐进线 最后我们就可以做图了 当然我们可以补充一些 一些关键的一些点 例如说intercepts 好 那最后我们就可以画图了 有了这些信息以后 我们就可以画图了 这些就是我们前面这些 所有的内容的一个综合 那把函数图做一下 画一下函数的图 除了基本上我们就一节导数二节导数的应用 我们就基本上就在这儿了 它的一些性质和一些判断的方法 那我们来画一下图 我们先画这样的一部图 我们先画这样的一部图 好 那这样的一个函数的图 那我们的 根据我们刚才的步骤 我们看第一个 它的domain domain是所有的 是所有的这个r 就或者说是 负五穷大到真五穷大 它既不是od 也不是一文的 也不是周期的 那给了domain以后 我们去找它的一阶导数 和二阶导数 那么一阶导数 那么根据这个 这个除法的这个 求导公式 分五的平方 分子的导数 乘上分五 减去分五的导数 乘上分子 我们把它展开 把它简化一下 那我们看这是 二倍的X的立方 加上二倍的X平方 再加上二倍的X平方 再加上二倍的X平方 那2x的地方约掉了 那么就剩下-2x平方2x也约掉了 再加上2 这是x平方加1整个的平方 我们可以写成是两倍的 1-x平方 这是x平方加1整个的平方 这是一阶导数 那么二阶导数 二阶导数 那么就是x平方加1 这是四次方 分子的导数是-4x 再x平方加1整个的平方 减去分的导数就是2倍 叫4x x平方加1 乘上分子再乘上2倍的1-x平方 是x平方加1的四次方 这是-4x的五次方 是2x平方再减去rx的三次方 再减4x 好 好 那么在这边减去 这是8x 我们先把8x写出来 那里面是x平方 我们先负x四次方吧 然后x平方 这是这是那个 我们可以看成这是平方差公式 所以是1-4次方 8x五次方 所以是4x的五次方 8x减8x立方 还有是-12x 这是x加1 x平方加1的四次方 是4倍的 x我们提出来 x然后是-2 4-2x平方 我们看有没有算错 1-x平方 1加x平方 是8x五次方 4x 4x 那么这是x四次方减2x的平方 再减3 可以是x平方 加1 x平方 加1x平方减3 是x平方加1的四次方 我们可以约掉一个x平方加1 所以是x4x 然后x平方减3 x平方加1的三次方 所以这是二阶导数 好 那么一阶导数二阶导数算出来了以后 我们就要去找他们的等于零的点 就把区间分成几个部分 fx一阶导数等于零 那么一阶导数等于零 那么指纹是一减x平方等于零 上面这一个 好 x等于正负1 x等于正负1 那我们 给它分区间 这是负1这是1 这是fx导数 这里是fx 那么我们看x小一负1的时候 那么x平方大于1 所以这分子 所以分子是小于零 分母是大于零 所以这是负的 所以x本身是小降的 那么在零和1之间 x平方小于零 所以分子大于零 分母也大于零 所以这是正的 fx本身是增加 那么再看x大于1 好 这又是负的 这是减少 所以正一来的话 我们知道负1 这个是极小值 1是极大值 我们根据这个判断 所以它的increasing 是负5穷带到负1 和1 那是定义上 就是1到这么增大 它的decreasing decreasing就是 前面的decreasing 就是increasing increasing是负1到1 然后它的localminimum 是f-1 f-1我们带进去看 f-1 那么就是零了 因为是x加1的平方 所以这个等于零 分子就等于零了 localminim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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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f-1 那我们看 带f等于1带进去 分母是2 分子也是2 所以是等于1 不是 分子是2 1加1的平方 2的平方 4 分母是2 所以是localminimum 是2 好 好 那我们得到了这个increasing decreasing和它的这个localminimum 那我们看二节导数等于零 二节导数等于零 我们就是4x乘上x平方减三 等于零 4xx平方减三 等于零 所以我们得到x等于零和正负更号三 零和正负更号三 那我们来看 我们也是一样的 分成几个区间 负的更号三 零和更号三 这是fx的二节导数 这是fx本身的行为 那么在负 小于负的更号三 那么也就是说这个是大于零 x平方减三大于零 而x本身是小于零 所以这是负的 负的 那么它就是concave down的这个样子 开口朝下 那么从负的更号三到零 这部分是 括号里面x平方减三是小于零 x也是小于零 x本身是小于零 所以是负负的正 所以这是开口朝上 那么在零到根号三 好零到根号三之间 那么x平方减三小于零 而x大于零 所以这是负的 所以这也是开口朝下 这是正的 开口朝上 所以它的这是concave concave down 它首先是朝下的 concave down 是从负重大到负的更号三 三并上 0到根号三 concave up 就是从负的更号三到零 再并上 从根号三到无重大 那么这两个点 这三个点都是 都是inflection points 我们看 负的根号三和f 负的根号三 这个是负的根号三 那么把负的根号三 带到这个函数里面去 根号三加一的平方 根号三的平方加一 下面是四 上面这个 这个还不好算 嗯 那这个我们就先不算它的值吧 我们先不 我们也不关它的值 0和f0 和根号三 f根号三 那么就是这几个 是inflection points 那么一界导数二界导数 完了以后 给出了增减凹凸区间和 基值点还有拐点 那么我们现在看它的 asimutile 我们看一下 x区近 无穷大 这是fx 这是 x区近无穷大 那么x加1的平方 除以x平方加1 那么这是等于1的 所以我们可以在分子分母同时除以x平方 我们就知道了 那同样的x区近负5 更大的时候 fx x区近负5更大 这是x加1的平方 除以x平方加1 这个也是等于1 所以我们得到y等于1是水平的渐进线 但是 那么我们知道 因为它的domain是整个的时数轴 所以它没有没有垂直的渐进线 垂直渐进线只有可能发生在它间断点 的附近 只有可能在间断点那一点 它有可能是垂直的渐进线 那么垂直的渐进线 我们是左右的limit 要等于无穷大 那我们最后看一看 我们有些 关键的点 那么我们看 y intercept y intercept y intercept 就是 x等于0的时候 x等于0的时候 那么呢 就是等于1 因为我们把x等于0带进去 这是等于1 那么x intercept 是fx等于0 也就是说我们得到x是等于-1 好最后我们可以画图了 我们把一些关键的点找出来 好它的inter 这个horizontal horizontal 这是1 这是1 然后我们是-3 和√3 这几个点 那它在 在小于-1的时候 是 小于-1是减少 小于-1是减少 而且在f-1是等于0 所以是在这个点 它的asymptote是这边 而且它那么在f-3以前是concavedown 所以我们可以看成是这个样子 concavedown 好,过了f-3 过了f-3 就变成concaveup 所以我们可以看成是这个样子 所以就是这个样子了 好,到了0 到了0 哦,在f-1 -1以后就增加了 所以在-1这儿是他指一下 好,又上去 那么f-0等于1 我们知道f-0是等于1 所以在0这个点 它是等于1的 但是这里还是concaveup 但是到了过了0这一点 又变成concavedown 所以就是变成了2的 是这个样子 那么f-1等于多少了 f-1是等于2 f-1是等于2 所以我们画到这儿是等于2 好,过了f-1又下降 但是到了f-3 到了根号3这边又 到了根号3这一点又变成2的 但是它还是下降 变成out 开口朝上的 但是它还是在下降 但是它的这个asimtouch 又是 又是x y等于1 所以大概就是这个样子画出来 那这就是我们画图的方式 一节导数二节导数 管制它的增减凹凸期间 和它的拐点和极致点 和它的拐点和极致点 而 asimtouch就可以看出它这个在无形有处的这个性质 好,这是我们画图的方式 那么其实你只需要练一个体 基本上做 就知道它大概的做法 当然这里我们看到的这个体里面 我们有些其他的 例如说 斜距禁线没有 当然一般的情况下 有水平距禁线的方向 它不会有斜距禁线 好,那 这是画图的方法 我们可以自己练习一下 练习两三个体大概就差不多 就知道是什么样的东西了